2024国际街头文化大典风格议会 这个周末在花莲市沟载伟街区登场了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出席开幕式 除了欣赏各项街头文化艺术创作之外 也鼓励大家要继续为花莲市注入自由的灵魂 他表示这周有上百位的国内外艺术家都来到花莲市 也期待创作的成果可以为勾载伟带来新的风貌 在国际街已经推行了20多年的国际街头文化大典风格会议 是继2022年新北泰山之后第二次到台湾举办 这一次选择来到花莲 带领了上百位世界各国街头艺术家到花莲市挥洒色彩 我们都想要有良好的生活 白色的文化是一部分的 所以谢谢非常多 为这些国家和巴斯尔的信息 为你们的 你们的风格会议议 是你们的 谢谢 花莲市长威佳燕也特别参加了开幕式 并希望透过国际级的街头艺术文化 为花莲市旧城区注入新的灵魂 这是在2022年 继我们在新北市的泰山办理的街头文化盛典 之后我们在花莲市举办了这样一个非常大型的街头艺术的一个庆典 那来自了全国以及我们世界各地非常厉害的土耀大师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谢谢我们的台湾的主办单位 马牛跟菲西我们老师 那特别请到他们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以及我们在地的 我们黄墙里长跟我们洪顺总干事 那今天在这边围起两天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将我们旧城区能够做一个非常赋予灵魂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意象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东京的足夏通 在我们元素的这个部分出来 那赋予非常多年轻跟灵魂的这个部分 也希望说未来在我们花莲市的一个旧城区的部分 能够成为年轻人新一代的赋予灵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街头文化的指标 这次活动除了有艺术家涂鸦 还有教学区、自由体验区 让所有人可以来感受涂鸦的魅力 这是一个结合滑板、涂鸦、街舞、DJ还有市集的热力活动 经过三天创作 花莲市公仔委街区周边要诞生将近50面的涂鸦创作墙 市长魏佳燕希望透过涂鸦艺术 和花莲市公仔委老街区来做结合 见证经历墙镇、风灾的建筑墙面迎接了新生命 也期望可以带动观光、热潮 吸引更多海内外朋友来到花莲 这旅会欢迎视报道